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季中烟风格茶馆 有许多艺文人士分享台北新闻 他们的私房料理 近期作家焦童也介绍他 献给女儿和已逝妻子的 啤酒鸭和牛郎意大利面 要让民众体验 满满家庭关爱的好味道 江湖外展露无遗的啤酒鸭 还有味吸引冰淇胃口的 牛郎意大利面 焦童的私房菜料理 拥有满满的家庭温暖与爱的关怀 现在在季州安风格茶馆 就能吃得到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牛郎意大利面 这个缘起是来自于在交期 最后的日子 我每天都提早下班 回家做晚饭给他吃 因为长期花疗的人 他的胃口很差 味蕾也很棒 也很齿顿 那我家的外傭虽然是我教他 可是他不会变化 我才会每天变化 来唤醒他的味蕾 我一天回去他说他想吃意大利面 我问他要吃什么意大利面 他说有什么 我想到的是南意有一种很有名的意大利面 叫烟花女意大利面 那因为是烟花女嘛 所以他的色彩很缤纷 他的味道很强烈 那我就说烟花女意大利面 他摇摇头不要 糟糕那其他的意大利面都很平淡 我就开始跟他开玩笑 我说当富意大利面 他也摇头 疯狂破腹意大利面 他也摇头 牛郎意大利面 他两只眼睛一亮 说我要牛郎 我还想糟糕 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牛郎意大利面 都怪我开玩笑开过头了 我说好好好你去躺一下 我来想办法把牛郎变出来给你 然后我就开始 我大概想了十几分钟 我心里面就有了一个计较 我知道要怎么做 我把冰箱都打开 把可以用的各种食材都拿出来 圣女小番茄对切 青椒红椒黄椒切细丝 黄结瓜 粒结瓜切薄片 还有黑豆啦 这些全部都用上了 我先用干辣椒和大蒜 和九层塔去爆香 爆香好了以后 我把这三个东西都拿掉 只留下那个油 很香的油 我把煮好的面放进去 让每一个面条都吸饱了那个强烈的辛香的味道 接着开始去炒那些牛郎意大利面 开始去炒这些做料 然后把干贝XO酱也放进去 那时候焦漆已经不吃奶制品了 所以我用豆腐乳来取代牛奶 接着在起锅之前 我把整包飞鱼卵倒进去 让每一根面条 斩满的飞鱼卵 充满了象征的暗示 这个是牛郎意大利面的由来 后来我也常做这道菜 啤酒鱼是这样 就是要用啤酒下去煮很简单 啤酒跟大蒜跟酱油下去煮 当时是这样 因为背后是这样 我为什么对这道菜 记忆深刻是因为它背后 那一天 那天有一些发生了一些事 就是我送我女儿去上学 那下车的时候她说 爸爸家里没有维生棉 去买一点维生棉 那女儿的丰富我当然很尊敏 可是到了超市我才发现 我没有买过 那么多的品牌 那么多的size 我不晓得要买哪一种比较靠得住 所以这是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 那个 然后这个时候 焦西那时候已经过世了 她的魂魄出现在我后面在那边尖笑 看到我手上拿着那么多的维生棉 她竟然很滑稽 然后我就骂她说 三八婆 你不来帮忙还在那边尖笑 她说对啦 就是你手上拿着她两包 我们都用那一种 那天晚上我还做了一道 除了啤酒鸭之外 我还做了一道菜叫情人的眼泪 情人的眼泪叫雨来菇 那是一种一下雨她就疯长的一种枣类 就是我觉得用来凉拌的话味道蛮好 那天晚上是用炒蛋花 可是我觉得凉拌的味道也蛮好 这个是啤酒鸭 走访激州鸭 读文学吃料理 这里有许多艺文人士的私房菜 每道菜都有其背后的故事 与想传达的思想 让民众能够共享 创作着生活的浪漫与愜意 我女儿大家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 我有两个女儿 显然前世有两个很深爱的情人 我非常孝顺我是两个女儿 所以言听计从 所以写了 我每天有一段时间 我每天做早餐给她们吃 因为我们可以相聚的时光 就是在早上 那对妻子 对娇妻的感情 我觉得还是不要说比较好 因为说了就变得太放散了 太过于赛恩爱 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们在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在 是在餐桌上 餐桌上才是家人 亲情团聚的地方 我一直觉得这样早该来了 但是因为越是熟 而且她现在是这么有名的人 我们能请得到 那她当就说没问题 所以这一次一到 我们就有点贪心 把她的啤酒秧 她在庄庄书店有展示的 然后还有小情人的 意大利面 一起一股脑的这一次一起发表 所以让大家品尝 今天是欢乐 也希望大家帮我们宣传 我们做家私房菜 大概光才跟朋友说 存在的就是我们整个文艺出版界 同行之中 相濡隐末 然后文人往来的一些故事 那还有许多作家 把她家里的家传菜 带着一种感恩 或是童年的记忆 或是青少年记忆 带给我们 那我们也有一两道菜 是纪念已经过世的作家 所以每一样菜都有 充满了一些甜蜜 也许辛酸或是的回忆 那也记载着很多文人 不相继往来温暖的故事 这是季州安发表的 第17道作家私房菜 包括老兵作家张拓舞的 老友排牛肉面 电影导演蔡明亮的 奶羊咖喱鸡 畅销作家林立青的 剥皮辣椒鸡汤等 把文学放入烹饪中 让民众品尝到的不只是美食 更是文人情怀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五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 黄珊珊公布健康城市2.0政策 透过提升市民医疗照顾 强化公卫机构功能 落实食安管理机制 推广全民运动的理念 这四大指标 要打造台北成为市民生活 与高龄友善的健康城市 五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 公布健康城市2.0政策 四大指标分别有提升市民医疗照顾 强化公共机构功能 落实食安管理机制 推广全民运动理念 其中在推广全民运动方面 黄珊珊说将设立各区第二运动中心 并扩增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推广全民运动有两个比较具体的政见 第一个是我们在台北市各行政区 在马英九市长任内 开始进行12个行政区的运动中心 那现在这些运动中心使用率都非常高 甚至不复使用 所以非常多的民众都希望能够再有 第二座的运动中心 那第二座运动中心 我们也希望在有特殊的区域性的需求 比如像文山区 它可能地域比较狭长 所以两个区域不太一样 这边有那边没有 同样的也发生在内湖 内湖也是放在西湖 东湖就会没有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区域上面 我们可以设立第二个运动中心 那第二运动中心 采取跟现有的状况不太一样的方式 它可能可以有单向的专业场馆 也就是说比如说 第二运动中心 它可以以某个项目为主题 比如说渔球 或者是某一个运动中心以桌球 它可以在不同区 有不同的重点项目 也希望跟当地的运动风气 还有我们台北市选手的需求 来做第二运动中心的规划 那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其实放在老人福利的部分 但是其实它也是全民运动的一环 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就是由台北市政府 来训练专业的教练症照的年轻人 他们可以取得这样的资格 然后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 教长者做重训 或自己自主健康的运动 也就是说 因为长者的运动 跟一般成年人的运动不太一样 它毕竟还是需要转眼 而且长辈他们的训练方式 可能需要特别的设备 特别的场域 所以高龄前瞻运动中心将会在 现在在台北市已经有十二个区 都有小的据点 但我希望将来每个区都 都扩增相关的据点 也就是我们希望训练 这些年轻的教练 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交长辈 那长辈有了肌耐力 有了核心肌群 他就不容易跌倒 不容易跌倒 就不容易卧床 不容易卧床 就不会需要长照 也就是我们把长照的钱 拿来做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也可以让老长辈更健康 然后让他在运动上面 这些投入的年轻的教练 他们也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将来我相信老人的健康 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业 我觉得由手掌来带动运动的风气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从我自己开始做起 我现在我每一天都会做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的运动 然后也会让自己满身大汗 然后让自己更加的健康 所以运动会是这个城市 接下来很重要的 每一天从早开始出门 到回家到睡觉前 我希望大家都有时间 能够做一个简短的运动 那另外就是在假日的时候 可以带着孩子 带着长辈 到我们各个不同的场馆 去做轻松 但是能够亲子共有的相关的运动项目 另外在提升市民医疗照顾方面 黄珊珊也提出了相关规划 台北市其实我们有八家医学中心 我们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丰沛 但是对于所谓的市民医疗照顾里面 还是有很多细项可以再提升 以现有的健保系统里面 可以对于人民的照顾 其实已经蛮完整 但是我想台北市 在我们相关资源的底下 我们还是可以推动各种不同的 新的措施 第一个部分是台北市曾经在2021年 推动儿童的家庭医师的责任 责任医师的制度 这个目前是由联合医院 以家庭儿童家访为主要的照顾计划 跟中央健保主推健检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会进行家庭访问 了解儿童他碰到的状况 还有家庭的环境 避免防治意外 各位都知道少子化 少子化之后 其实我们除了鼓励大家生小孩 我们另外一个是 我们希望小孩健康的成长 因为儿童事故 儿童死亡率 还是偏高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在儿童的部分 就开始介入他的照顾计划 所以儿童家庭责任医师制度 除了联合医院 我们接下去也会希望推广到 各个基层医疗诊所 第二个是乳癌高风险 各位看到很多年轻的艺人 因为乳癌而很早就离世 所以乳癌高风险的筛检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希望透过 遗传 这个遗传咨询 还有心理资商 乳癌跟基因遗传有关的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生活饮食的改变 降低他的风险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对于 具有家族史的对象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基因筛检的计划 第三 弱势妇女的孕妇 她的叶酸补助计划 因为新生儿的咸甜型的缺陷 会造成社会的一些负担 那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说在弱势的部分 弱势的孕妇 那由市政府来提供叶酸补助计划 来减少新生儿的缺陷 第四个是长者的听力筛检 各位知道 听力障碍会是生活上面很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目前 听障人口占了所有的残障类别 将近是第五大族群 所以听障者患失智的风险 又高于一般的正常者 所以听障的长者 他的生活照顾是非常重要 所以对于他的听力筛检 还有加上助听器的捕据的补助 这个部分也是市政府可以继续提升的 另外一个是 比较特别的是 睡眠呼吸中止的普筛计划 其实睡眠中止的普筛计划 很多人都有 但是自己都不清楚 那因为必须要均衡的饮食 还有经常的运动 然后再配上良好的睡眠 整个人才会健康 所以我们希望将来 很多人深受睡眠呼吸中止的 所苦的这些市民 其实我们可以用普筛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掀起筛检 能够提早预防 针对普筛的结果之后 再来介入甚至教育甚至治疗 所以对于提升睡眠品质 才能真正让一个人健康 黄珊珊说透过健康城市2.0政策的引导 带动民众一起来养成运动习惯 重视自我健康 期盼打造台北成为市民生活 与高龄友善的健康城市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再等你来看台北市新一区有一名男子 喝酒后骑着电动滑板车回家 结果被警方拦下 酒厕值高达0.92遭到移送 法官认为这个电动滑板车 是动力机械交通工具 如果发生事故恐怕会有危险 最后依公共危险罪判处男子 两个月的徒刑 警方在路上拦下男子 马上闻到他身上浓浓酒味 这名男子有三次酒驾记录 这一回跟着朋友到夜店喝酒 自称酒后不知道 不能骑电动滑板车上路 法官认定 他骑乘的是以马达运转的交通工具 若真的发生意外恐怕会相当危险 依公共危险罪判处两个月有期徒刑 并科一万元罚金 本分局三张离开会所远警 在今年7月份巡逻行经松受入时 发现一名男子 驾驶电动滑板车在道路上面 左右摇晃明显不稳 故于难查 他有发现这名男子身上浓烈酒味 今追查是在本辖的夜店 饮酒完毕 立即驾驶动力交通工具 今十四酒册 酒册值达0.92 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办 本分局在此呼吁 酒后应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都属于动力交通工具 违规可罚3600元罚单 要是酒册值超标 更会吃上公共危险罪 记者黄少民台北报导 稍等一下 HOME PLUS 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得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这座少女胸像是艺术家黄土水 在1920年把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作品送给母校大道成功学校 也就是现在的台北市太平国校 2020年在北市美术馆首度公开展出后 获得热烈回响 为了典长维护这座雕像 三位老校友捐资1600万 启动太平国小博物馆专案 催生台湾首作校园生态博物馆 其实大家如果对黄土水的东西有理解的话 他在1922年他曾经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叫出生在台湾 里面谈了很多他对台湾的很多的期待跟想法 这里面他就提到 怎么样让台湾提升台湾的艺术的水准 在艺术教育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初心 所以他把他的最心爱的一个作品 就带到了这个太平国小 然后给了他的学弟学妹 埋下了这个艺术的种子 为了艺术教育 因为他当时一定是很期待 让他的这些学弟学妹们 可以亲自艺术作品 每个作品好的艺术创作 我觉得是他当时的一个心意 没想到这样子就经过了这个整整的 一百年的时间 那也很特别的就是在 在2020年的时候 就是经过一百年的时光 赵宇胸向在这个太平国小 一百年之后呢 重新被大家看到 但是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校友们有非常努力的 学校这边有非常努力的保存他 收藏他 那可是呢 在2020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不许的青春的展览里面 才第一次让更多的台湾人 看到的这个少女胸向 这样子的一个黄土水 这么重要的 这么珍贵的一个作品 那之后呢 当然就有非常多的讨论 就说那到底这个少女胸向 应该归属于何处这样子 那当然呢 能够能够到国家或者市政府的一个 相关的专业机构去收藏保存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黄土水当时要把这个少女胸向 捐给太平国小的心意 他就是希望让他跟教育结合 让他可以跟更多的他的学弟学妹们 在小学的阶段 从小开始就可以亲自更好 更多的好的艺术作品 有这样的一个心意 第二个呢 当然是一百年来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友们 这么的努力的珍藏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所以呢 当时我也在思考 还有没有第三条路 就是让他可以就地保存 而能够跟这个一百年的脉络能够连结 那其实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呢 我们已经进行用非常专业的方式 他除了少女胸向之外的 其他的这个一百多年的学校的 所有的文史资料 各方面的这些文物的这些整理 登录编幕保存修复 已经紧锣密鼓的在进行之中 那他的专业性里面呢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文物的资产的保存之外 怎么样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怎么样跟学校的教育可以整合 可以结合 然后跟社区可以开放 这也是专业性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太平国小校友 同时也是王道银行荣誉董事的 骆景明表示 在台湾少子化的趋势下 台北市因三家利用空闲的校内空间 进行整合释放 而市长克文哲则表示 太平国小算是社区小博物馆的 事班地点 但没有产业撑不久 目前也在规划文化产业 如何转化成观光彩 我在太平国小就学的时候 学生五六千个人 现在剩下五百五十个人 因为少子化的问题 同时我在这里要大胆的跟市长建议 因为我们对面就是永乐国小 我看他们的情况也跟我们差不多 所以为什么呢 我觉得台北市上有很多的 这么多的学校的空地 如何把它好好的把它运用 把两个学校合并起来 那是不是把剩下的那块地 可以做台北市很多的公共建筑 甚至公园甚至很多的用途 我觉得台北不只是太平民永乐 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国小 也会同样发生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是建议市长 能够好好的把这些东西 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刚才那个霍锦丁董事长 在问那个其实都有答案 我们台北市有两百三十六个 国小国中高中 有七十%的校舍 在未来十五到二十年内要改建 因为民国五十七年九年广义有加 所以民国五十七年到六十几年的时候 台北市的校舍大量扩张 那到今年刚好超过五十年 那所以当年也没有耐震习助 所以我们有一个计划就叫EOD Education Oriented Learning 以教育为导量的都市计划重振 那所以这个我们有完整的计划 那已经有一个在示范 孟甲学院 万华有一个叫 万华有一个学院合在一起 从东远池跟双远 那再来是南乃幼稚园 在国中是华江 华江高中跟万华高中 五个学校刚好都合在一起 那个已经开始在划设计符 那个将来就是要做到 好像大学层一样 没有围墙 就是把那个我们在欧洲看到大学层 的概念带进来 这是我们第一个大规模 那五个学校都在一起 那有一个已经在着手进行 永春跟永籍合并 那改名叫双勇佛侠 其实我们有在做 只是我们很早去外面宣传 人家不晓得我们也在做 所以的确我们236个学校 向来按照人口重新补给 那把每个学校在改建过程当中 它变成一个社区的改名 我看你是拖晕拖幼拖勞 是一间照顾中心 训练活动中心 市长办公室 想得到的就是 所以我们有那个 用Google Map 这是很龐大的计划 今天早上才讨论过 因为今天讨论 所有联合议员 要重整 要怎么做 联合议员 所以这个后来发现 穿西装改西装 一定要一开始就写20年计划 所以我们那个 还有是联合议员 20年改建计划 今天早上才在讨论 那我们整个稍微236个学校改建计划 现在有一个副秘书长 专案小组找理人 专案办公室 开始在处理 所以这个 不过所有这些 讲都很简单 推化就要好几年 那之前还在20年 但是我发现 这个台湾要走向一个现代化国家 你知道 要开始有些政治的思维要改变 就是要有20年计划 一次就写20年计划 让它有办法做起来 不过今天这个是我们那个社区 分入社区小博物馆的那种示范地 我们看看这个 如果可以成功的话 你知道 我们将来就可以在台北市广设 这种小博物馆 小博物馆 小博物馆 小美术馆 那因为这个地方很接近大道城 所以 每一栋博物馆 你知道 它一定要融入那个社区 所以这将来一定要跟大道城有个连接 为什么 你知道 你们在想的是博物馆 我在想的是观光赚钱 我发现 没有产业化都生不久 所以一定要让它变产业化 所以文化产业 所以当然怎么做 目前也在规划 太平国小博物馆专案正式启动后 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是营运 2024年正式开馆 因百岁少女而催生的博物馆 不仅串联跨世代师生校友 与各领域专家 同时也推动台湾博物馆发展 进入全新篇章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一人王子邱盛祥坐在特制轮椅 手拿羽球拍 跟2018亚洲帕拉运动会羽球选手 胡光丘同场竞技 120公分的视角 让王子看见脊髓损伤者的坚强与毅力 他坦言觉得这一点都不简单 對 然後一般其實要打好羽球 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加上你要直接在上面自己用手 對 手很乱 心也很乱 对 当时手忙脚忙心也很乱 对 对 所以是一个有趣的经验吗 男男的经验 对 因为我从小就是也很好的 看得出很多体压 对 然后前阵子参加神奇奇运动会的时候 正直比赛的阶段 然后扭伤了右脚脚 对 然后伸在有点撕裂 对 所以其实当下车非常主张 第一方面是 身体很痛 加上 以背负的所有的期待 对 然后 对 然后好像我又拖累了队友 但是呢 后来在队友的努力 然后以及其他部件 是 就是在很快的 所以跟上后比 其实不算大概两个拜 虽然还没痊愈 但也就是带床上升 但是就是 能够体会到那种辛苦跟立场 所以 上面我们在这么多年的 努力努力前 以及重新回复到生活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佩服 几岁损伤社会福利基金会 今年发起挺勇敢 We go together 活动 以一公里的希望为主题 邀请民众为商友挺身而出 全民参与线上骑走 为商友累积里程数 走出希望 我不是受伤 我是车祸 我是因为小时候的时候 因为我生长的环境是在育有缘 那我在12岁的时候 因为开脊椎 然后造成下半生残化 但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 在我受伤的过程中 我的UOM有放弃我 然后蛮多的社会资源也来赞助我们 然后让我们能够走过 就是我低潮的时候 那我受伤逆离的时候 现在学校圈会比较小 那我长大之后 我现在虽然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但我自己因为 就是在我的医生建议下 让我能够希望 我可以从事一些会有患的运动 因为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因为疼伤其实在排汗多么 不是那么好 那我以前就是因为很常在感染 或是在就是很常住院 那所以我就会想要改变一下 这个这件事情 那在医生的经营下 我就从事了现在最喜欢的运动 那我很开心是 就是我能够就是从 兴趣到现在就是 变成一个竞技的选手 然后代表台湾能够去参加 各个国际色的赛事 甚至我未来在明年 跟后年的目标是能够走进他运的健康 那我也觉得 就是说 急缺损伤不是不能做到 而是我想让大家知道 我们其实很有能力 甚至比别人做得更好 那我也觉得说 我还去接受机器会这次的邀请 让我能够藉由自己的故事 藉由我自己在 不管我是之前得到的一些 资源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活动 是我的一些故事 能够吸引更多的伤友 能够一起走出来 我是因为17岁的时候 然后用一场车卧室 然后就受伤 那过来就是通过家人 老师跟同学的鼓励 我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继续回到学校读书 那过来就是要继续升学 那升学之前 我们就是进行了两个月的生活中间 然后也有提到 那做学当中呢 我们就是一边读书 然后一边在餐厅铸唱 然后再成为一个游泳歌手 那过来就是中国基金会呢 然后在担命工作 然后让我们充实了 我很喜欢的唱歌 唱歌 摄影 摄影 拍片 然后我们现在也会在 今天会做一期节目 还有 玩游戏世界 所以欢迎各位 帮我记忆过来 希望帮我帮助我的作品 是 然后鼓励更多的唱 然后一起走出他们的音埋 我以前是一位很有夢想的徒師 那在我23歲以前 我都在學校身上上 工作學習 那只為了追求夢想 可是有一天 跟朋友出遊 發生了車禍 那當我醒來時 我已經在醫院 我睜開眼發覺我的手比較不能動 我心裡就想 完蛋了 我這輩子應該是 沒有辦法再走路 沒有辦法再 會長 其實是會一絕不正對不對 對 是 那當時不知道該怎麼生活下去 直到參加了 桃園結水商前的辦中心 辦有聯誼 經過跟商友之間的 互相討論 互相交流 分享經驗 讓我成本得知 現在什麼沒有 時間最多 於是 我去中心 訓練了一年的生活重建 然後電腦回去 那現在 我也開始透過家人的協助 可以 可以繼續完成我的參與功成 因為大家都很勇敢 所以 才能夠 延續這個生命下來 要不然 大家都會想到說 那我活著為了 為了什麼 活著的希望到底是誰 如果每天只是吃喝拉扎碎 那這樣活著有意義嗎 所以 有全台灣 總共 有六萬多個這樣的一個傷害 那每一個人 生活的樣態是當然一樣的 那同時呢 每一年 都還有一千多個在受傷當中 所以 不是今年受傷環境危險 而是它 仔細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主要是意外傷害 只要是還有一些疾病的這個因素 所以我們事實上很希望說 社會大眾 真的是了解體制性傷 因為了解 所以 會給予更多的協助跟支持 也因為支持 所以 讓大家 能夠真的是 勇敢去面對 生命當中的每一天的挑戰 就像我們在場的 許多的生命動詞一樣 能夠把 生活 生命活著精彩 所以 其他呢 我想 今天的記者會 透過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可以 讓更多人 來認識 指揮組長 同時 也是期望 透過大家的宣傳 能夠讓大家 在 可能會發生意外的時候 好 這個時候 注意安全 讓大家 不要再有脊椎警察 那同時 也透過大家的一個 報答 把我們生命鬥士 生命勇士的 這樣的一個故事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不管 你是在 俗意上面 不管是在 歌唱上面 不管是在 運動上面 或者各樣的工作上面 大家 生活 每一天 大家 都是 勇敢的 面對生命的 這樣的態度 告訴更多 這些 受傷的朋友 讓大家也 能夠站起來 讓六萬多個朋友 每一個都是 勇敢的生命鬥士 同時 不是只有他們 是生命鬥士 他們勇敢 他們也可以 激勵他們周遭的 朋友 家人 能夠 整個社會的氛圍 就是不一樣 活動代言 除了王子邱順祥 還有他在節目上的好搭檔 宇宙林思宇 雖然因為身體不適 無法同台競技 但宇宙透過影片 呼籲全民關心 脊髓損傷 年輕化 與重返社會等問題 希望大家支持 堅強 永不放棄的 脊損傷友 記者文君 台北報導 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這個手蜂披薩 那手蜂披薩 這個皮的部分 其實你要做薄片或厚片 就是用自己去利用 那你要薄片的話 你的麵團量 可以少一點 然後趕開 立刻放完料 我就立刻進去烤 學員們在課堂上 專注聆聽老師講解 披薩的製作過程 接著跟著步驟進行操作 有的負責切菜備料 有的負責攪拌麵團 最後一片片料多味美的披薩 就完成了 松山區公所再度 與台北市 豫達高級中學 攜手合作 在學校專業餐飲教室 舉辦烹飪課 課程規劃 中餐與烘焙兩部分 其中烘焙點心 由李靜宜老師規劃 製作披薩 蛋黃酥 雙胃司康 和咖啡蛋糕捲等 學員們如同魔法師般 變出一道道美味的 點心料理 都覺得相當有成就感 大家好 我們是新移民的移民姐妹 歡迎大家報名的課程 松山區公說 謝謝老師 也特別謝謝玉達的所有工作夥伴 幫大家上了一個這麼棒的課程 這個課程棒不棒 棒 我一來的時候 就聞到好香的味道 我想松山這幾年 都跟玉達開設了各式各樣的新移民的課程 都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愛 那也希望呢 之後呢 如果遇到這邊有任何的課程呢 也歡迎大家假厚到熟 互相的通報 那我們都可以在這邊一起學習成長 謝謝大家 結業典禮中 區長游竹萍 除了對學員們的精巧廚藝 以及熱誠的學習精神 給予高度的肯定 也期盼透過課程 增進新移民朋友的互相合作 幫助他們融入台灣社會 並鼓勵新移民朋友們 參加政府開辦的各種活動與課程 促進文化交流 中賽區新移民 遇到公認方戰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畫面現場是全國第一家公辦公營的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附設南港綜合住宿型長照機構 由衛福部與交通部跨部會合作 在南港郵局的三樓到五樓開辦 參加開幕的立委高嘉瑜表示 面對高齡化社會 公部門能透過空間的活化 利用來作為長照機構值得肯定 可以照顧到有長照需求的家庭 確實這個長照的問題已經是 隨著這個老人化的人口增加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很開心說全國第一個公辦公營的住宿型長照機構 在我們南港 而且剛剛我們參觀 整個這個空間還有整個設計 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溫暖 所以我相信未來可以提供給更多這些長者的需求 那當然目前的床位當然還是有限 但我相信一旦開始的話 馬上就很多人都要來搶了 那當然就是說也希望說未來 在各個地方也都能夠陸陸續續有 但是以現在寸土寸金 確實在台北市要能夠開辦一間的住宿型長照機構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老人化的需求真的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政府各部門能夠跨部會的合作 那像這一次就非常不容易 要衛福部交通部包括中華郵政 各單位都願意共襄盛舉一起來合作 才有機會來在這麼好的地點來開辦第一間 那未來真的還是需要各部會 能夠去盤點我們現有的這些閒置的一些空間 能夠提供更多的這些長照機構的需求 那讓我們的長者們 尤其是現在很多雙親家庭 其實失智失能的長者 其實對家人來講 其實真的是很需要能夠讓社會政府能夠多一分協助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能夠多幫助他們來解決 現在所面臨的這些問題 能夠在台北市南港區 設立全國第一個公辦公營綜合式的住宿型長照機構 其實我們基隆醫院是有這個榮幸能夠當綱我們整個營運管理 那為什麼會從基隆到這裡 其實我們基隆醫院也有一些病人是從新北市 還有這個南港這邊過去的病人 那其實來講基隆跟雙北其實都是一個生活共同圈 那當然我們承接這個業務是因為我們是屬於衛福部所屬醫院 那衛福部的長照2.0這個政策是蔡總統他整個在推動 那我們就整個來做落實 所以在108年那我們就開始跟交通部 這邊一起有一個合作備忘錄 那交通部就把所謂郵局的多餘的空間就釋放出來 那因為要做長照是會花非常多的土地的成本 那因為有這樣一個交通部的一個公營的一個土地 那或是房子那我們就還可以很快速的來建立一個就是公立的 這個經營的住宿型的長照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裡面就是發揮我們公醫使命跟公共衛生的任務 這間南港綜合長照機構由衛福部基隆醫院負責規劃 擁有千余坪的空間 共可提供71床住宿型長照及16位日間照顧服務 院長林慶豐說 將以最專業的團隊打造高品質的長照服務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特色就是因為這裡是都會首善之區 所以台北市南港區是長照裡面是所謂的老人化的 這個所謂資源不足區 所以雖然在台北市 但是台北市有很多的老人資源不足 所以我們就選了南港區 南港區其實我們看到老人化的比率是全國第二 所以這個老人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在這邊我們的特色就是希望能夠在地化 第二個呢要像家庭的感覺 第三個呢能夠在這裡就近來關心 另外我們收費也要合理 所以這個環境來講這個南港長照是非常好 那我們裡面其實包含就是我們的專業的人員也進入 所以我們有兩位的醫師 我們還有就是照服員還有護理師 社工師心理師 復健師 就一起來這邊關心 除了這個以外我們的特色是我們在這裡有中央廚房 所以我們投資的中央廚房就是讓老人有一個所謂的老人的餐點 那我們因地制宜 所以我們的營養師也進駐 我們的廚師也都進駐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在這裡面 其實我們裡面的設施設備 都是非常可淨性可親信 那這個安排的活動也都是適合老人 也是老人在這裡面就是我們的長者 在這裡可以安心的救養可以健康的老化 我們這裡是所謂的綜合型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一些比較是雅籍性的我們的長者 就是他們比較是可能私能的長者 可以來我們住宿型的長照 那另外我們還有16床的日間照顧 那這邊就是我們如果說長者 他慢慢其實退化 他雖然這個行動不便 但是我們有家人可以送來這裡 白天在這裡我們有設計一些適合他們的活動 那他的孩子們下班可以再回來接他們再回家 還是有這個他們原本家庭的工人 那我們也是有專車可以來負責這個接送 所以這邊我們還有所謂的日間老人的這個照顧 總統蔡英文也出席長照機構的開幕 強調未來會繼續盤點各地可以利用的空間 讓長照據點更充足 南港綜合長照機構將提供南港區 及鄰近內湖區、信義區、大安區、文山區、 新北汐止區以及基隆的長照需求 有需求的民眾可以向南港綜合長照機構聯繫洽詢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好 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一花接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貼固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透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不一樣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期盤關心您 即國道1號南下10點1公里處 禮拜二上午發生了邊坡崩塌 昨天晚間又發生了小規模的坍塌意外 高工局連夜加緊搶修 而國一轉國三不通 大批的車流就改從基於邁進路 往大五輪方向上國三 造成了邁進路上午塞爆 救護車也卡在路上 提醒駕駛人這幾天要提早出門 預計上班時間會比平常多1.5個小時 上午7點多邁進路出現車潮 車輛好幾次靜止不動 無法前進駕駛人只能等待 整條邁進路就像大型的停車場 數百輛車只能緩緩前進 機車族找空隙鑽啊鑽 最苦的還是等客運的上班族 因為客運遲遲都沒來 就是他一直塞在這邊 而且剛剛還看到 舊物車整個都被塞住 然後他要過的時候 車要往前 但是又沒空間可以去 將他那一個讓一條路出來 但這樣很容易造成 你會的救援停車 因為車子塞太多了 而且那時候救護車還要很迷禁 結果就是整個都過不去 車道國道1號 南下10.1公里 邊坡貪方影響 大批車輛改從邁進路 往大輪方向上國山 上班時間 瞬間湧入大批車潮 耗資燈都無法消化 甚至連一輛救護車都卡在車陣中 今天很塞 塞了 塞了多久了 我這一趟回來比較沒有 回來比較不累 因為警察到運動 今天早上我早上遇到的 警察到運動是去交流道的附近 指揮交通 所以在我們各個鄉道街口 你沒有看到警察 所以造成民眾誤以為 警察通通不見了 你做的就是說 針對所有在市區也好 還是在我們安樂區 各大主要看到的秒數 如果能警力上面去做 其實性的微調 或許能夠把目前宿舍的狀況 能夠稍微舒緩一點 第二點就是有關鐵路方面 我們都知道說 現在如果不搭到國道公車 不自己開車 最方便的方式是直接搭鐵路 所以佩祥在這邊會建議說 市政府趕快去跟鐵路局微調 看是否能讓花東縣的北上列車 能夠暫緩他們的班次 或暫緩他們的速度 讓我們在上班時間 讓基隆能夠 讓基隆台北之間的鐵 可以直接通勤的鐵道 直接通勤的火車 能夠更順暢 速度更快 班次更密集 這樣或許 在這兩三天之內 可以減緩交通阻塞之苦 雖然塞車情況直到9點 才逐漸改善 但國道邊坡搶通 最快也要到4號下班前 民眾這兩天上班通勤 建議提早出門 或者改走替代道路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民眾的家裡 都有飼養寵物 本身是採犬Tony爸爸的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蔡世英 特別舉辦毛小孩之夜 向市民宣布寵物的相關政策 總統蔡英文也特別帶著 領養的樂樂及馬乳 與基隆市長林宥昌一起參加直播 小英總統與毛小孩們的互動 溫馨有趣 一起來看看 總統蔡英文拋出零食 滿路順利接住吃到 還與企圖犬退役的樂樂 開心的玩丟球遊戲 這是由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 蔡世英舉辦的毛小孩之夜 Live活動 特別與基隆市長林宥昌 一起邀請小英總統 帶著愛犬到虎仔山咖啡 邊欣賞基隆的夜景 邊品嘗美食 蔡世英也帶著他4歲的 愛犬Tony與惠 並分享當了狗爸爸後的心情 有了Tony之後 我覺得人生做了很大的變化 尤其是我跟我太太 我們要幫忙 要幫忙他拔死把尿生 那另外就是一定要幫他準備他的餐食 那很多人會用 口糧的方式 那其實我認識了我們老大的速度 還建議我們有更多的先食 可以來準備給我們家的Tony吃 那我也很感謝我太太 因為很多時候晚上回到家比較晚 都是拜託我們家的Tony 我們家的Tony媽媽 幫忙他準備他的餐食 不然的話等我們去他可能會二肚子 牛昌市長則帶了領養的 林吉米利牌共襄盛舉 牛昌表示 金融市近年來在寵物照顧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更有次之近一億的五星級寵物銀行即將完工啟用 讓收容動物的生活環境大幅改善 這個寵物銀行如果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收容150隻的犬隻 然後50隻的貓 那它的一個收容空間 包裹總統我們比中央的標準 5平方公尺還要多出50% 達到7.5平方公尺 所以大家看一下下面的這個圖片 那個是犬隻的犬舍 非常的寬敞 而且很通風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戶外 2000坪的戶外的活動空間 我相信這應該是在其他縣市的 這個寵物銀行應該沒有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塞星也在直播中提出他的友善寵物政策 包括各區屁建寵物公園 以及毛小孩植入晶片 絕育手術 與第一次疫苗注射都免費的證件 希望讓季庸市的寵物更健康更幸福 台灣目前有毛小孩的家庭非常的多 所以最近在這次的選戰過程中 我特別提出了毛小孩的證件 在這邊有清楚的很清楚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未來能夠在基隆 也要來開闢我們的寵物公園 那目前季庸市政府 也在目前已經在做規劃當中 市應未來希望理想中的寵物公園 將會是全台灣設施最好的寵物公園 不但只是讓基隆的毛小孩來這邊敞陽之外 我也期待讓更多外縣市的好朋友 帶著他們家的毛小孩來到基隆 那過去市應也曾經獲得 動保盟的推薦為優秀立委 所以我不是只有公都盟推薦 我是優秀立委而已 動保盟也推薦我優秀立委 所以我對於毛小孩寵物的部分 我是非常有心得的 那另外呢 我希望未來能夠做好寵物的管理 以及寵物的健康 寵物的管理跟寵物的健康 所以我推動 基隆市政府要全面來推動 植入晶片 絕育手術 跟首次疫苗的三個免費的政策 那主要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希望做好寵物的管理 以及寵物的健康 希望未來的基隆 不是只是接棒基隆 延續光榮 讓基隆人覺得光榮之外 我也希望讓基隆的寵物 也覺得他很光榮 因為他比其他外縣市的寵物 更加的健康 領養兩隻貓四隻狗的蔡英文認為 身為毛小孩的家長 蔡世英更能體會 毛小孩所需要的環境 如果想要讓基隆市成為 真正友善寵物環境的有愛城市 那選擇蔡世英一定沒錯 對照顧狗狗 對Tony起了很大的作用 亦師亦友 他更能夠體會說 我們的毛小孩需要什麼樣的環境 需要什麼樣的照顧 我相信他一定是一個非常貼心 幫忙照顧我們毛小孩的市長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我們基隆 將來是一個毛小孩友善的環境 是我們大家共同的願望的話 那選蔡世英就沒錯了 金融市長林又昌也表示 蔡世英提出的寵物相關政策非常有感 結合政策並擴大金融市政府 近年推動受到歡迎的狗狗生有惠 就可以照顧到更多的毛小孩 記者張綺藤金融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蔡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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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街中 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 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1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1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隨著疫情升溫 假消息滿天飛 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 利用以下3個超實用APP 簡單操作快速查證 LINE訊息查證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證之訊息內容即可查證 另外還提供最新查核訊息 提供民眾了解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搜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將收到的訊息整篇貼上 即可查詢是否為假消息 買GoPen 同樣加入LINE好友 當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轉貼到買GoPen 查證時可點選綠色按鈕 前往查證結果 也可點選橘色按鈕 直接將查核結果轉達給親朋好友喔 記得收到疫情傳言時 不轉發多查證 散播假訊息不僅會發錢 還可能觸犯刑責 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讓我們一起對抗病毒 正向防疫